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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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际物业可能有些问题未必在网上的照片看到 去到现场 你就会发现楼宇的设施 邻居的环境 和区域的气氛 这些是更加真实的 最好是在不同时间 不同的时段去看楼 了解下楼和夜晚的区域的气氛 这些楼盘可能因为以前有问题 例如装修不妥 曾经有水浸 或者其他历史问题 而多次转手的 有很多是化妆楼 请你们真的要好好小心 很特别小心 不只是看价钱便宜便买入手 那去到现场 当然是看附近的交通 是否方便 如果你需要乘车上班的时候 记得留意有没有地铁 巴士 火车 出入的时候会不会塞车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质素 特别是火车 因为英国经常有火车的罢工 所以你要很小心 如果你要日常上班去Central London 你要坐火车的时候 这件事真的要特别特别留意 当你在英国看楼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有些楼盘 有一个叫做CHAIN 交易链的标记 那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如果遇到有交易链的楼盘 我们要不要买呢 交易链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一个接近买家 和买家之间的连锁关系 就是简单来说 例如你看到一个卖家 他是需要卖出他现在的物业 才可以买新屋 但是整个交易里面 就说不像香港那样 总之我买了 你买屋我买了 接着你要不要买个新屋呢 是你的事 其实不是的 在这个交易链里面 其实他要看看他什么时候买到新屋 整件事是要等他买到新屋之后 你现在买他的房子 才可以成交到的 是复杂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买个新屋的时候 他那间新屋的卖家 是又没有在一个交易链里面 所以我通常是不会建议大家去找这些房子 是的 它会便宜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整件事会拖你很久 看完楼 找到新屋的物业之后 下一步就是正式申请贷款 虽然你之前是拿了那份案件的预批讯 但是正式申请贷款的时候 银行会根据你所买的物业 作详细的评估 银行会派测量师去看看你物业值多少钱 最决定最终是借给你的金额的 申请贷款的时候 银行会要求你准备一些文件 包括最近几个月的 量单最好是6至12个月 银行的月结单 身份证明等等 你预备得越快 贷款的流程就会越来越顺利 银行就会派测量师来检查物业 他们可能会评估出来的价钱 是比你实际出界的低的 这个时候银行就会减少贷款的金额 给你了 你就可能需要补多些首期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可以跟卖家讲价 或者重新考虑是否值得买这家楼 低息的贷款未必是最好的 因为可能里面有很多隐藏的收费 或者它的息口是会随着市况浮动的 所以找专业的按揭经纪 跟你看清楚合约的条款 和银行要有商量的空间 这样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 在英国特别是伦敦 很多是百年大楼 所以里面所涉及的文件是比较多的 That's why 找律师处理你的买楼是不可划决的一个环节 律师是帮你处理所有的法律手组 包括土地查册 合约的草意 税务申报等等 律师会确认物业是没有法律糾纷的 也会确保你买入的楼 是没有任何未解决的问题 那你可以很放心成为新的屋主 土地的查册是很重要的 可以确保物业的法律状态是清楚无误的 律师会帮你查清楚地权 物业的范围和有没有未解决的法律糾纷 例如有没有违规的违建 未附清的税项或者其他的债务 这些是查册工作很关键 不要忽略 因为通常很多百年的大楼 他们都会有抗建 有些是没有拿到政府的承计 总之我建好政府有没有给最后的承计 我不管了 总之我在这里住就算了 所以要很小心这件事 不要盲目签约 因为合约上有很多条款 你要特别注意的 例如交易的附加条件 成交约 屋里面的设备和家具的交收情况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权益 律师会帮你检查 但你自己看清楚也是很重要的 律师会帮你处理印花税的申报 记住印花税是要在成交后的30天内缴交 如果你是首次买家 记得问清楚 有没有信印花税的减免优惠 买楼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所以物业的检查真的非常重要 找专业的测量师帮你检查物业的结构 他会检查一下监局有没有流水 地基的问题 装修的瑕疵等等 如果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你可以和卖家再谈价 或者可以考虑取消交易 市场上有不同类型的物业检查报告 例如最简单的condition report 只是看表面状况 但如果你买的是旧楼 可能要更详细的building survey 这个会检查楼宇的结构 地基和其他细节 详细的报告程度和费用是成正比的 但不要省这笔钱 如果检查出来 如果房子有问题 好像滲水、白矮、地基有问题 这些都是很大笔的维修费用 你可以和卖家讲价 或者你可以不再买这家屋 当所有步骤都搞定之后 你就可以签订买卖合约交定金 通常定金是楼价的10% 这个时候你就正式开始交易 签约后就不能反悔 因为一旦签名 交易就正式成立 签约之前 记得再次确认所有合约 物业的检查报告和贷款文件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任何差错都可以令你对未来造成影响 订金通常不会退 确保你明白这个条款 如果你反悔 可能会丧失这笔钱 所以在做决定之前 一定要慎重慎重考虑 好了 到了交收日 银行就会将贷款存额转交卖家 律师会帮你搞定最后的手续 物业登记就会在你名下 你就成为正式的新屋主 准备搬进你心仪的家 这一刻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但是不要忘记你要交税 根据物业价钱而定 你是要交印花税 交多少呢 你自己要上网去看看 律师都会建议你的 还有土地的登记费 因为每次物业转手 都是需要去登记土地的权利 这个费用是根据土地的价值去计数的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还有Council Tax 就是地方税 这个也是根据你自己家屋所处的区域 它会有不同的议会 是有不同的计算方式的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现在为止 好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